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今次的天氣節目 我是黃的勤 首先一起看看衛星雲圖 留意在珠江口附近一帶 都見到一些雲團影響 透過天氣雷達 我們都見到有些雨區影響該區的情況 順便看看大家 今天都會有幾陣驟雨 大家出門的時候 記得戴上一把傘 看看雨量分布圖方面 直至上午6點 本港部份地區 例如在沙田和沙頭角 錄得超過10毫米的降雨量 各區的氣溫分布 大部份地區都介乎在25度至28度之間 詳細的天氣預測方面 大致多雲 有幾陣驟雨 早上會有幾陣雷暴 日間最高氣溫會上升到31度左右 風風吹和緩的偏東風 至於未來幾天的天氣情況 我們看看雲量和雨量的天氣預報圖 我們預計未來兩三天 在華南會受到上空的反氣旋影響 天色會更好轉 而另一方面 去到下週初的時間 會有一個廣闊的低階區 影響南海的地區 屆時天氣就會轉得不穩定 在天氣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星期六日的時間 就是部分時間有陽光 天氣報告就講到這裡 再見